教授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聲為妙法 百千萬劫南昭雨 佛今見聞得授慈 願解如來真實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我們繼續來修學華元經 經本第七頁 第七頁 科文163 科文163頁 我們獎勵 看到第39位 這位善之士叫做 大願精盡力救護一切眾生 夜神 大願精盡力救護一切眾生 主夜神 他的法文是 教化眾生 定生善根謝國法文 那上次善才同志 就是 見到這位主夜神 就他很多的化身 各式各樣的化身 那他 非常歡喜 起了這個 這種慰善之士的一種 很深的清淨 清淨信心 那之後 在第七頁 開始他說 發誓心理 得比夜神 與諸菩薩 佛叉合成術 重行 所謂同念 心長意念 十方三世一切國護 同會 崩絕絕了一切法海 差別人物 同去 能轉一切諸佛如來 妙法人物 同覺 以等通志土路 一切三世兼物 接下來有同根 同心 同敬 同正 很多話 你看 第九月開始來 就是同愛禹 同滿滴 同慶德 第十月來 同莊園 同清淨 十月來 同心律 同方便 然後十二月來 同清淨 同妙藝 十三月來 同三昧 同建立 十四月來 同說法 同勤修 然後到第十五月 這邊開始 最後一個是 所謂 重出禮 所以這個 算是 功德力也很 很 很殊聖很特地 上台同時 看到他的 種種的變化聲呢 很歡喜 然後 一個 起了 十種 很清淨的 信心 可以跟你們講 對善知識 起了一種 清淨信心 那麼 對善知識 起了這個 清淨信心之後 這下不得了 你最開始 他說 八四星 就起了這樣的 清淨信心之後 就得到 跟那個夜神 乃至是跟諸佛菩薩 佛薩 回程術 同行 就是說 他就有辦法 跟那個 主夜神 在很多方面 啊 就達到相同的 境界 同行 就是這樣 而且跟其他很多的菩薩 你看 德比夜神 女諸菩薩 就還有很多其他菩薩的這種 功 功德力 就很多 在很多方面 他列出了叫做佛岔為成素同行 就是在非常非常多方面 善才孔子就跟這個主夜神 還有其他的菩薩呢 達到了相同的境界 達到了相同的同行 接下來就詳細說明說 到底在哪一些方面 得到了所謂的同行 達到了相同的境界 那就 所謂的 同念 同會 同絕 同去 同絕 很多 乃至 剛才到最後的一個叫做 同粗禮 同粗禮的這種心 第一個 叫做同念 善才孔子 根據主烈神 還有很多的菩薩人 大家就同念 念什麼 第一個就是念佛 念就是意念 思念 意念思念 所以跟主夜神還有其他菩薩一樣 達到了一種 可以經常意念十方三次一切諸佛 所以這個也包括意念的未來佛 十方三次 十方三次諸佛 第一個在念 意念方面 他們同念 在同會 在會 會就是 抉擇嘛 檢擇嘛 譬如說我們說 這個選舉要投票 對不對 這也是一種的嘛 也是看大家的智慧啊 對不對 你要投給誰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覺得未來是什麼 誰 誰 可以真正 幫助這個國家 這個地區 這是一個抉擇 還要用智慧啊 還要用智慧 還要用智慧 所以呢 這是一種 會 就是一種抉擇吧 分別絕了 一切法海 對一切法 那 就是非常多非常多的法 所以叫法海 無量無邊的法 對叫法海 這些法的種種的差別 同意 種種 都能用所謂智慧去抉擇分別 同會 同會 再來同去 能轉 去 去就是說 這個 同樣的一種 趨向 同樣的趨向 那共同的趨向 就是 去轉法文嘛 簡單講就是轉法文 就弘法立身 弘法立身 跟這一些 菩薩們 同去 大家都靠要去轉法文 弘法立身 同覺 同樣的一種覺悟 怎麼樣的覺悟 怎麼樣的覺悟 就是等、空、智、古、路、一切三世間 平等的空性智慧 平等的空性智慧 空性智慧 這三世間 這三世間就是所謂的 這個 眾生世間 氣世間 自政學世間 這三世間 三世間 給你們一下 那我們下午下 第八頁 同心 善能修其 無愛功德 莊嚴 一切 菩薩 道部 同心 我們常說要同心同德 同心同德 同心同德 就是大家共同的一種 心念 心相 那希望去修其這種 無愛功德 來莊嚴自己的菩薩道 同心 同心 同敬 諸佛所行進步 那跟這些菩薩們 達到一種相同的境界 什麼樣的境界 也就是佛 所修行的一種境界 佛所修行的一種境界 那當佛修行的境界是怎麼樣呢 簡單講就是 理事圓融乃至世事無愛的境界 或者就像我們華外經常講 一級一切一切其的境界 他在 面對種種境界的時候呢 他可以觀察到 了解到 這種一級一切的這種境界 可以說我們現在在這裡上華元經 那這 這整個法界呢 沒有離開我們 現在在 上這個華元經的一種 法界人情 這就是同敬 你如果可以這麼去觀察的話 這就是與諸佛同敬 古照夫婆所行敬 同正 得一切智照十項海 靜光一步 正量 相同的正量 得到什麼樣的相同正量呢 就是一切智 可以來照十項海 那當然這個一切智最主要的 就是還是在這個 緣起信方 波魯十項 諸法十項 諸法十項 那你有這樣諸法十項的一種智慧的時候呢 是一種清淨光明 清淨光明 可以正到同正 這讓我們再跳到這個第九項 因為這個非常多 非常多 同愛與 另一切眾真皆歡喜悟 跟這些 菩薩們呢 都是在 以愛與來色受眾真 另眾真呢 親了 能夠歡喜 這個很重要 這個我們不要去講話 就讓人家起煩惱 對不對 我們講話就讓人家起煩惱 這就很難度眾生 當然有一句話是說 忠言逆耳啊 有時候實話 不一定 他被接受 但是呢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實話講得比較有技巧 這是值得去用心啊 講得這個 婉轉一點 人家說這個有時候 罵人不帶髒子啊 然後他還感謝你 這就是很高的罵人 罵人的境界 那這個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要 要告訴別人 你錯了 你必須修正 你必須改變 好 那如果你只是 很粗暴的 就是他 好像會罵他這樣 那他是 不容易的 很愛他 他聽得 他覺得很高興 並以經受你的指證 這個不容易啊 同妙一 浮衍一切法門喊 這個說法 人多喊這個說法 整個非常的微妙 非常的微妙 但是當然要有智慧啊 要有智慧 比如說 同樣講 空性 對不對 幾乎 佛法 不管出家在家 如果要講佛法 講那個層次 那就要談空性 可是空性怎麼講呢 那你說他反正就是空 那這樣一次兩次人家還說 可是第三次可能就人家 反正他就沒有 沒有什麼變化 對不對 啊 你看 法言經一極 界界極 都多講 那我們說這些菩薩 所證不外乎是 十波羅的 那你看這個 每個菩薩 他所展現出來 你看像這個 同什麼 同什麼 就前面的菩薩 都沒有談到這些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你怎麼去演啊 怎麼去演這個 從一 能夠去出不量 道理是一個道理 道理是一個道理 人其信通的道理 以及一切的道理 道理是一個道理 可是你怎麼樣 可以 用各樣不同的例子 來去說明 來幫助眾生了解 好 所以這個 這個是一個妙音 唯妙法音 眾生聽得這樣 好像 進入了一種 不可思議的世界 透過你的講說 同滿音 一切眾生 隨淚解戶 這個滿 就是圓滿 圓滿 圓滿也就是說 不會有遺漏的意思 比如說今天你說法呢 不會說有人 聽到外 不會有人聽不懂 或者不能受益 那佛陀 或者說這些大菩薩人 他 這個 他就是這樣 他在講法的時候 眾生可以隨淚得解 以他的根性因緣呢 得到他的 這種了解跟法意 所有眾生都能夠得到 所以叫圓滿音 唯有所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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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我們再來調一下 再來 第十頁這裡 童莊嚴 嚴禁一切諸佛唱 莊嚴佛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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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方式 有很多的方式 譬如說大家來這裡上課 對不對 也是一種莊嚴佛敬 對不對 那現在如果 你們甚至沒辦法來 你就在線上聽 然後按讚 對不對 這也算是一種莊嚴佛敬 新的方式 對不對 對不對 或者是轉貼分享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也是一種莊嚴 網路的淨土 對不對 網路 網路也是一個 好像一個世界 也是一個佛敬 你怎麼樣去莊嚴 網路類的世界 讓更多的佛法 去流通 對不對 這也是一種莊嚴佛敬土啊 對不對 網路的世代 尤其 尤其 那天我下去跟他們講這個 討論 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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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看從什麼角度 對不對 但是至少一個就是 整個時空已經不一樣 整個時空已經不一樣 五十年前 如果沒有說五十年前 還是老蔣在當總統 是不是 五十年前 蔣介石還在 五十年前 對 你看 那當然 每個人可以去做他 這個人物的賬品 但是 不管怎麼樣 有一個基本 就是 時代是 完全不一樣 每個時空不同 所以 在這個時空 在這個時空底下 我們怎麼去莊嚴佛敬土 所謂的莊嚴佛敬土 不外乎就是 上走佛道下化眾生 你怎麼樣 在我們現在的這個時空 能夠幫助更多的人 有佛法 其實真的這個時代 人需要我們去莊嚴佛敬土 你看這兩三天 好幾個分屍案耶 真的耶 一下子 兩三個分屍案 司法部長 都出來講他說 槍決不能解決問題 是啊 槍決不能解決問題 那什麼能解決問題啊 對不對 那還是要同人心嘛 對不對 那如果 知道說槍決不能解決問題 法律有它的 法律其實是最後一道房間 那所以教育 教育才是最根本的 總算我們的教育不準用 可疑可疑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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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代是 真的是 我們必須好好的 我們很希望說 欸 其實我們是說哪個政人怎麼樣 不管是誰啦 我們就是希望真的我們的台灣 這個先從台灣過期 對不對 如果台灣都沒有辦法 把莊嚴佛淨土 那我們 講什麼世界 這個 就講太大了 對不對 好 我們當然是不是先台灣跟你 莊嚴佛淨土 莊嚴佛淨土 基本上還是在這個 教化上 一定是 當然 人家說因為最近天氣很熱 所以天氣熱是熱啊 但是很多東西如果說 我們在人心的教化上面 有辦法讓他們去 很多的煩惱 你看這個 這些 好像這個分屍岸 會恨到這麼嚴重 大部分都是感情的問題 你看 會恨到這麼嚴重 就是感情的問題 所以怎麼樣去處理自己的感情的問題 人非草木啊 誰能理解 但是感情要用到一個恰當 對不對 那如果說變成太過一種 情質跟戰略 這個 這不是 這不是很好啊 那所以說這個必須要 不斷的去熏習教化 譬如說就是誇張 不斷的去熏習 然後教導 大家怎麼去觀察 教大家怎麼去思維 這樣 才有可能改變嘛 對不對 那對啊沒有錯啊 猖獗不能解決問題啊 可是那你要怎麼 總不能 這個 真的 有點 突然之間 哇 這個 分屍岸 一下兩三間跳出來 是 是代表是不是 台灣又 又是到了另外一種 啊 這個 需要好好 真的 嗯 中年佛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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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我們大家都有 責任啊 啊 你說是誰的責任 你也不能說通通都是總統的責任 還是通通都是教育部長的責任 哦 大家都有責任 哦 那 當然 呃 在執政方面的人 他 有比較大的影響力 相對他的責任也是比較大 哦 但是我們 嗯 小老百姓呢 也是 嗯 至少我們先進化自己嘛 對不對 然後至少我們先進化自己 哦 中年佛禁 我們至少先進化自己的身心 哦 然後再慢慢進化身邊的人 哦 哦 這個 總是不能一直 嗯 折求嘛 哦 那不如先折求自己 哦 好 所以那個 莊嚴佛禁 哦 再來 同清淨 有佛出世 皆心進步 哦 都會去 心盡善之事啊 嗯 心盡善之事 好 佛出世 哦 都會去親近啊 所以這個 很重要啊 沒有親近佛 所以有些人真的太自大了 自以為是佛啊 哦 這個實在是難以 難以想像 哦 那就 就這兩天啊 我看到的新聞 就是辦法那個什麼 什麼 什麼殘詩 就說啊 我就是佛 我就是佛 哈哈 好 再來 童勸請 那一同 請轉法輪 請佛注釋 請轉法輪 好 再來 第十一頁五 你看 童心律 啊 否知一切 諸佛藏物 啊 啊 這個慮 慮 慮其實也就是去想啊 啊 啊 我們說考慮考慮 啊 然後考慮一下 啊 然後去想一下 啊 所以你看這個慮也是一個詩啊 啊 啊 非常 很細心的 啊 還是很 比較全面一點 好好的去想 那你就會知道說 哦 一切的佛 佛果在什麼地方啊 啊 一切的佛果 那這大概有很多的角度啊 啊 這個 極樂世界啊 流離世界啊 不同的世界 那還有 所謂的心靜則佛祖靜 啊 當你心心靜呢 這也就是一個佛的佛祖吧 好 這個童心律 啊 就是去思考 去想說 啊 這個佛祖 啊 在哪裡 有哪一些佛祖 你都可以去知道 想要去知道 知道了以後呢 就童往義啊 啊 啊 輔入一切佛祖海部 啊 知道哪裡有佛祖 所以我們就去啊 啊 為什麼要前面講的 要清淨三師師 啊 啊 童往義之 啊 想一想 打聽一下 了解一下 知道哪裡有佛祖 有佛在世 啊 所以呢 我們一同去 去清淨佛 啊 同方便 清淨一切均佛祖海部 所以呢 啊 這就是 大家總統能夠在這個佛國裡頭 一起出現 啊 這是一種方便 啊 一種善小方便 嗯 休息不善到的一種善 就是 能夠 共同的 一同的出現在佛國裡頭 啊 比如說其實 我們大家一起來 清淨寺上課呢 這個也是一種 嗯 西線諸佛岔庫啊 對不對 嗯 嗯 雖然呢 我們現在是沒有佛 但是呢 我們在這裡怎樣 弘揚佛法 來學習佛法 也可以算是一個小小的 清淨的佛國 對不對 也是算是一個小小的 清淨的佛國 我們實際上是 哦 大家在這裡呢 嗯 淨化自己的身心 啊 在這裡學習八苦疾心 啊 在這裡學習請菩薩道 所以這裡呢 就可以算是一個小小的佛國 啊 那現在呢 我們大家一同來 來這裡上課 聽經文法 啊 來一起共修 啊 西線 所以這就是一種方便 啊 你看為什麼 要一起啊 啊 啊 這很重要的 共修 共修 所以共修共學 是一個很重要的方便 啊 啊 大家一同在 這個佛國裡頭去出現 啊 啊 在這佛國 一同去學習 這樣的學習力量 啊 啊 是非常的殊勝 啊 啊 所以這就是一種方便 啊 啊 啊 從操任 余諸佛詐 皆無底部 啊 那也就是說 啊 他們可以共同到一個最殊勝的佛國啊 啊 啊 那其實最殊勝的佛國呢 啊 從金剛經講 那也是無有定法 啊 啊 啊 所以說 如果你自己的心 跟這國土 還有這邊的同行 啊 不上 可以非常的相應呢 那你這就是最超勝的 啊 那你說哪一個 啊不是說絕對哪一個佛國才是最超勝的 啊 是 你的心可不可以跟這裡 啊 這個佛國 啊這裡的善知識 啊 還有我們同行善的 來相應 啊 如果能夠相應呢 這就是最超勝的 好 再來我們來跳一下 同清淨 啊 同清淨 同清淨 哦 三念清淨就是什麼 我們可以說 等覺菩薩 還有一點點不清淨啊 還有一個身相無名啊 如果還有無名就不清淨 對不對 哦 那麼等覺菩薩呢 還有一分身相無名 還舊 也可以說就是 還有一點點小小的不夠啦 啊 還沒有真正的究竟清淨 所以同清淨 啊 就大家呢 共同的 啊 來 學習佛的三念清淨 啊 學習佛的三念清淨 同妙義 一切法至名了故 就是 能夠了解到這一切法的微妙 啊 能夠了解到一切法的微妙 這叫妙義啊 啊 就他的心不夠去體味到 這個諸法的微妙 啊 比如說這條毛巾 對不對 這條毛巾呢 欸 如果你很粗躁的 你只是諸 它就是一條毛巾而已 但是如果你可以用所謂的 一切法至名了 去觀察 啊 你就會知道 這條毛巾啊 真是 甚深為妙 不可思議啊 一條毛巾 為什麼 這一條毛巾 其實 它也是 法界緣起 一條毛巾 它也是法界緣起 所以這條毛巾 會有一己一切 這條毛巾 也是一己一切一切己 所以 你就會感受到 不要說毛巾 甚至一圍成啊 對不對 那一圍成 就是 無量裏邊的三千 三千 四千 或者一刹 一刹那 就是無量巾 那 所以任何的時空 你是不是都可以 去了解到它的 不可思議性 甚深為妙性 這就是妙蜜 妙蜜 同精進 普及一切諸善根部 這些菩薩呢 都非常的精進 不斷的努力 去聚集一切的善法 去修集一切的善法 善根 同精進 再來 慈善夜呢 同三昧 一刹那中 普入一切三昧一部 這個就開始有 法言的這個 境界在裡頭 同三昧 跟這些大菩薩們呢 都同正三昧 而且是一刹那中呢 就普入一切的三昧 就是他們所正的同三昧 同建立 釋憲種種 諸佛事部 所以這指揮的建立 就是怎樣 要去做種種的佛事啦 很多方面 譬如說 我們法會 也是一個建立法會 獎金我們也是啦 你看我們獎金呢 必須要有桌椅啊 要有金粉啊 那 需要有獎師啊 需要有同學 去具足這些事情 這就是建立佛事啦 建立佛事 同正念 正念一切境界無故 對於一切境界呢 可以正確地去 了解認識 還是意念這一切的事物 正念 那怎麼樣叫做正念呢 簡單講就是 無我啊 看到這一切境界 看到這一切境界 你知道什麼 都是如幻的 都是如才的 都是如我的 這就是正念 那相反呢 如果 執著為有 那就是什麼 就是邪念啦 就是偏差的念頭 你認為這是實有的 你認為這是有所得 可以得到的 這就 最有偏差 就不是正念 再來 十四頁 同說法 移入諸法 平等之負 基本上 跟這些大夫商們 所說 在說法的時候 基本上呢 是相同的 那當然 如果真的了解到法性 了解到諸法緣情 那再怎麼講 講來講去呢 是同一個道理 同一個道理 像我這樣 來慢慢地學習講 學習講來 看著經典慢慢多一點 慢慢 你會說 雖然是不同的經論 但是 可以說是通說法 同說法 就是 說這個 緣情法 那這緣情法 當然有深有淺 淺的話 叫做無常 那再深一點就是無我 那再深一點 那就是 一己一切戒情 這就是緣情法 所以這同說法 都沒有離開這緣情法 同情修 長門諸佛所顧 顧面顧 那因為諸佛顧面顧我們 所以呢我們都會 很精進地 去修學佛法 所以同情修 同神通 開悟眾生 另修一切佛詐行步 所以 為什麼要有神通 為什麼有神通 是 為了要幫助眾生 來開悟 然後去修行佛詐行 同神力能入十方世界海部 有這個神力神通力差不多 有這個神力 能夠入十方世界海 那當然入十方世界海 還是要去幫助眾生 好 好 好 那 最後一個 那在十五頁最後我們 看最後一個 叫 同初離 滿足一切 諸大願海 陳作如來 其利 置物 好 最後一個他叫做同初離 那初離當然就是最基本上要初離煩惱 初離生死 那要 而且 不是只有自己初離生死 還有一切眾生 所以他跟這一切的菩薩 都是 所以呢 要跟一切的眾生同初離 那就是要發大願 要發大願 不是自己初離生死而已 你要跟這些菩薩 乃是一切的眾生都能夠一同初離的話 那 就要發大願 所以就是 眾生無邊試願度 滿滿的無盡試願段 所以從頭講 這四紅試願 基本上就是 同初離的一種 一種 表現 眾生無邊試願度 所以幫助眾生 出離生死 煩惱無盡試願段 要出離所有的煩惱 法能無量試願學 那你要出離那個煩惱 要有方法 對不對 要出離這個生死 出離煩惱 要有方法 所以法能無量試願學 佛到無上試願成 那如果你真正可以 出離一切的煩惱 幫助一些眾生 出離煩惱 圓滿了 那你就要到佛了 所以這個四紅試願 基本上它就是一種出離 所以出離心 出離心跟普及心 其實是很接近 應該這麼講 就是說 出離心圓滿就近的 就叫做普及心 出離心圓滿就近的出離心 就叫做普及心 為什麼 因為 福及心最主要的就是說 你要幫助一些眾生 出離這個煩惱 出離痛苦 那如果你只是為了自己 的出離 那就只叫出離心 你的出離心就不圓滿 你只是為了自己而已 那你這個出離其實不究竟 所以就不能叫做普及心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出離心 發的廣大一點 喔我自己要出離 然後也看到眾生需要出離 如果眾生沒有出 沒有辦法出離 我也就很難出離 因為我跟眾生之間 有一種非常微妙的關係 也就是法界緣起的關係 簡單講 你不可能脫離眾生 因為這法界一切法 是彼此什麼 彼此相關你的 你不可能 脫離這世間的哪一個法 如果有哪一個法跟你 如果你失去觀念性 可以說法言金就被你打敗了 因為法言金說一級一切切級 就是說所有的法都是相關人性的 一級切切級 所以如果你真的可以去證明說 有哪一個法跟你完全一點攻擊都沒有 那法言金就被你打敗了 那如果佛陀所講的是正確的 那也就是 我們是不可能脫離一切的眾生 而得到真正的出離 因為我們跟眾生是彼此的 相連結 彼此相連結 譬如說 譬如說一個人 他手痛 手在痛 那腳就說 那是你的事情跟我無關 所以我也不必為你去跑醫生 因為要去看醫生必須靠腳 然後 腳就跟手說 那是你的事情 那是你流血 又不是我自己腳在流血 你自己去想辦法 我今天很累 我不想走路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譬如說 其實手跟腳它是同屬一個什麼 一個身體 你不可能說我跟你千萬關係 是不是 那手流血那是你手的事情 我累得很 我幹嘛管理我自己 想辦法 舒服服服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意思是很很大的理解 因為一個人比較清楚 但是整個法界呢 這個我們要觀察的這個法界 因為太過龐大 太過複雜了 不像一個人 我們比較容易清楚了解 人的一體性 人的每一個細胞 對不對 人體上的每一個細胞 都彼此互相的在哪 在相關面 對不對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在這裡講話 跟我的腳有什麼關係 其實是會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你看我們講話 講話其實是 你的這個全身的氣血要怎樣 要動 對不對 全身的氣血要動 如果我的腳氣血不通 或者是怎麼樣 但事實上它就會影響到 有影響到 或者我現在坐很久 我腳在痛 我腳在痛 我就很難好好的講話 所以 很多時候呢 就是說 我們都沒有去好觀察到 我們跟一切眾生的一種相關聯繫 那現在呢 這個同初禮 所以說你看它 為什麼把同初禮放在最後一個 他把同初禮放在最後一個 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你說 其實 佛法到最後最根本的一個東西 還是在於初禮 那可是我們為什麼說 初禮心跟普遺心的問題 其實 初禮心 可以說是苦禮心的根本 或者是苦其心就是初禮心的圓滿 就我剛才講的 你想要離苦得樂 如果你 完全不管其他眾生的離苦得樂呢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這個腳呢 直觀我自己腳不要太累了 你手發生什麼事 我不管 反正你手持手 我腳是腳啊 我拔號我自己腳就好 所以有需要 頭動你頭腳動你腳 對不對 那這樣是不正確的 全身的每一個部位都有一種很 微妙的相關聯繫 這是你可以了解的 所以在這整個宇宙整個法界呢 每一個法 它也是都有很微妙的相關聯繫 只是你的智慧是不是 真正清楚明白而已 如果你真的看到這一個 法界的任何一個法 甚至我們的任何一個起心動念 都跟整個法界息息相關 那這樣你的出離 也就代表了整個眾生的出離 那就必須發大願 要度一切眾生 才有可能真正出離 那也必須要成就什麼 成就佛的這個如來的實力 還有它的智慧 才有辦法幫助眾生出離 也才有辦法讓自己究竟出離 所以出離心到圓滿 我們可以說 圓滿的出離心 就叫做普及心 圓滿的出離心就是普及心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 離開的出離心也沒有所有普及心 所以如果攀灼在這個世間 你不能叫做普及心 攀殿的世間 攀殿的這些親緣眷屬 覺得好像是為了要顧他們 這個有時候其實是一種情質 而不是真正的普及心 為什麼 因為情質是一種煩惱 對不對 所以 離開了出離心也沒有普及心 這個是必須要求的 離開了出離心也沒有真正的普及心 那把這個出離擴大到一切眾生的出離 才是真正的普及心 所以他把出離放在最後 而且呢 也涉及到了所謂的大願 跟佛的實力智慧這些 所以這個出離 是非常究竟圓滿的一個出離 也是一個菩提心的展現 同出離 所以當時善才董子 他觀察大願清淨力 救入皆眾生 夜神起十種清淨心 或如是等佛剎為成術 同菩薩形 就把前面稍微 總和一下 就是 善才董子看到這個主夜神 起了 他變化很多的這個身形 在度化眾生 所以他很反省 起了這個十種清淨心 然後就得到 前面的這麼多的同行 這麼多的同行 既或此以心轉心境 天然右前頂禮及主 一行合常 一記戰約 那麼 所以這時候他的身心 就更加的清淨了 所以他就來講 祭送來讚嘆這個主夜神 我八經故意 至求無上絕 今與善知識 而請至己心 已見善知識 其無盡百法 滅除重罪後 成就苦之果 我見善知識 功德床鐵心 盡未來探解 情修所行道 我唸善知識 我唸善知識 射受饒益我 為我希釋憲 正教真實法 他說他已經發了古提心 所以呢 今天遇到 這個善知識 就起了 這個 也就是剛才講的 同行 就自己 跟善知識 就打成一片 所以 與善知識 起自己心 就跟善知識 同行 善知識 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善知識 就同行 善知識 那所以 看到善知識 就是修了很多的 不量無緣的 白法 善法 然後 滅了福德 最夠 反而是 成就了苦之果 因為他 他跟善知識 同行 所以他就可以知道 這些 主業神 還有 菩薩的境界 看到這些善知識 總統的功德 靜未來節的 修行 還有 他意念善知識 可以來射受他 勞力他 為他釋憲 真實的佛法 所以他就 就是他在意念 這些善知識 給他 得這些功德 他們加持 那後面這裡 他說 我以此等部 功德惜具足 不畏諸眾生 所以一切之道 聖者為我師 與我無上法 無量無數 不解不能報行恩 那麼他說 那因為他 可以跟善知識 同行了 所以呢 他就是 意念善知識 了解到 善知識的人 是種種功德 所以呢 也可以為眾生 來說法 來度化他們 那這主夜神 善知識 善知識呢 就是我的老師 那 可以給我這麼殊勝的 佛法 教化 那 我無量無數節呢 要來報恩 也沒辦法 報答他的恩格 那就是來 那就是來 做祭送的 來讚嘆感恩 說 他見到主夜神呢 甚至可以跟他同行 可以跟他同行 得到這麼多的佛法的利益 非常的感念 而是善來 說此 既以白眼大聲 願我 願為我說 此子佛門 明為何等 八星以來 為己 十焉 久如 當得 阿妞 多羅三五三五 那跟前面一樣 他就會問說 那 希望 這個善知識 為我說明 現在你所得到的這個境界 這個結構 到底是叫什麼 那你從發心 陰地 發心 修行 是什麼樣的情形 到現在有多久了 那要經過多久呢 可以 成佛 得到無上正 證據 請問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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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